首先来聚焦到的是这头条的焦点消息 空军新竹基地移架换向2000战机 在昨天晚间八点多新竹外海夜航训练失事 谢信飞行员弹射逃生 这国防部与海巡署货爆展开了海空的搜救行动 幸好在晚间十点多找到了谢信的飞官 意识清楚这由海巡艇来接驳 在反台中港来救治 而空军也强调后续将会成立专案小组 厘清事件的照片 躺在担架上意识清醒空军飞行员谢闭勋上位 十一号凌晨一点多被送往台中同纵和医院 由救护人员推着担架进入急诊室 红色救生衣及黑色靴子被军方人员装上透明塑胶袋带走 这就是在紧急时刻救了飞官一命的关键证物 空军新竹基地一架换向2000单座机 十号在执行夜间训练课目时 战机在新竹港南里西南方十六点七海里 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失去动力 当下飞行员谢闭勋上位立刻跳伞逃生 我们现在都是按程序的部分是在做人员搜救 国防部和海巡署在第一时间获报 派遣搜救机海鸥直升机 海巡署一件驶艇前往救援 国色中心也出动空警总队进行搜救 那我们队上是在大概八点四十七分的时候 接到通报 那当时我们的线上巡防艇 上午八栋艇已经赶往现场 所幸在十点二十二分左右 找到谢闭勋上位 但由于当下初步评估掉瓜风险太高 所以由海巡艇前往靠近救援 成功家人揪下海巡舰甲板 十点四十分由海巡艇完成人员的接驳 意识清楚 后续会送医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最后在十一点十一分左右 由海巡艇接驳再转至台中港 就近前往同中和医院进行医疗检查 并在一点三十五分抵达医院急诊室 两点四十分以转至病房休息 空军强调将成立专案小组厘清事情照应 接着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